2019年 Lexus Malaysia 带入了旗下的中型豪华方车 也就是 Lexus ES 的第七代车型 而在短短的两年以后 他们也准时带来了小改款车型 这个小改款除了在外形有所不同以外呢 配备还有底盘也是有所改进 今天小明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最新的日系入门老板坐驾到底改进了什么 第七代的 ES 有一个设计理念叫做 Provocative Elegance Provocative 是挑衅的意思 整个理念翻译的话可以解读为尽情尽性的优雅 相比起以往单纯追求安逸舒适的亲坎表达 这一回他就多了一份热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整台车的线条是极具脏力 加上低重心低趴的气势呢 更显出一份运动感 但同时又不是优雅 乍看之下其实他有一点Baby LS 的感觉 带有一丝大哥的奢华气息 在外形上这回这个小改款主要是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 首先这个招牌的纺锤是水箱护罩 这回整体的造型就更加的突出 而普通版里面的隔山设计呢 则是采用一个L字型的设计 至于我身旁的这个新增的F Sport 版本 则是一个风潮式的设计 并且以一个高亮的材质来呈现 同时这个F Sport 版本呢 它的镀铬丝条也是以一个熏黑式的处理 整体看起来带有质感的同时 也多了一份运动化 而旁边的这个头灯组也是一个重新设计的造型 其中高阶的Luxury 还有F Sport 版本 还多了一个三眼式LED 鱼眼的设计 下方呢则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质感 也非常亮眼的LED 日行灯 这个三眼式鱼眼呢 它其实具备了主动是远近光灯的功能 这个功能可不简单哦 它具备了一个被称为Blick Scan 的功能 它透过高速旋转的刀片型反射镜 以及控制LED 灯源来做到精准控制光线的分布 能够做到更远更广阔的照射范围 包括传统远光灯系统所照不到的路肩 以便能够及早发现行人以及道路的路况 而且还能够智能的遮蔽部分的光线 不影响对象来车 Blick Scan 头灯能够在大约56公尺的距离 就提前发现路人及道路上的路况 比起普通头灯大约只有32公尺的距离 可是快了许多 而且这个系统还会结合时速与转向输入 做到大灯 光源 随动 转向 大大提升了行车安全 在车车方面其实这个小白款是没有什么更动的 那我个人就很喜欢这个后视镜的造型 它完全展现了这个热情优雅的理念 非常的精致 至于在轮圈部分这个新增的F Sport版本 它采用的是一个专属的19寸亮黑色轮圈设计 而其余的普通版则是继续维持18寸的轮圈配置 车尾部分同样也是没有什么更动 那这个F Sport版本同样的它为了强调运动化 所以它就多了一个造型蛮帅的牙嘴翅尾翼 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ES的LED尾灯组的造型 这三个灯条看起来就很有feel 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尾箱 这台车它是支援脚踢式开启和关闭的操作的 它的尾箱容量为420公升 听这个数字你觉得可能好像不这么大 可是其实实际上看起来呢 它的这个layout是相当的工整的 要放一些行李箱什么之类的其实并不是问题 不过我觉得它的开口稍微有点小 小卫会ES搭载的是2.5公升的Dynamic Force 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引擎拥有多孔式钢内支吞 连续可变容量的扭泵以及VVTIE 的技术 它的最大马力达到了204hp 峰值能力247Nm 并搭配Direct Shift巴速自拍变速箱 零百加速为9.1秒 而这台豪华房车也具备了这个Drive Mode Select 驾驶模式选择 备有Eco Normal 以及 Sport 三轴模式可以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ESF Sport 只是一个Cosmetic版本 在外观套件还有内装色系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这也意味着它并没有主动式电子悬吊的配置 其实这个ES的发光发热的地方在于它的这个内装 相比起德系对手喜欢用Fancy 还有用这个科技感来呈现有所不同 这一台日系房车呈现的是一种比较柔和 比较理性 比较温馨的一个设计理念 这也是一个独有的日系风格 而且它的质感超级超级好 整个看起来感觉就很舒服 摸起来呢 其实也很到位 我们先来说一说小块款改变最大的地方 那就是这个 12.3寸的超大高清显示屏 那入门的这个Premium版本则是一个8.5寸 但两者其实它的这个摆放位置都是重新设计过 除了稍微转过来转了一个5度面向驾驶者以外呢 它整个摆位是向前移到112mm那么多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这回这个屏幕呢 它终于支援touchscreen了 所以为了要给这个驾驶者能够有一个更直觉的操作 直接向前移了那么多 那我注意到的是这台车它所有的按键的这个位置啊 都很救手 包括这个驾驶模式的旋钮 是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里 我在开车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可以看到就很直觉 然后我个人很喜欢这个主机屏幕上面 还有一个非常有质感的这个传统时钟 那我现在眼看着这个超高清的这个大屏幕 我觉得它除了在高清之余啊 它其实也不是那种亮面的材质 所以整体看起来其实那个眼睛这样子看是很舒服的 我觉得这也是Consens 另外一个贴心的设计 而且还多了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大大提升了行车的便利性 只不过我发现到它的这个360度全景色下系统啊 还有这个功能 但是这个显示就稍微有点模糊 比较美中不足了一点 至于在仪表盘部分呢 我伸出的这个F Sport 版本呢 它就采用了原置LFA 的这个圆形移动圆环表 在你启动引擎的时候 它会慢慢移向右边来一个漂亮的仪式感 而这个F Sport 版本呢 它的方向盘也是有稍微的不同 有这个红色缝线处理 以及在下方有这个F Sport 的徽章 在中央扶手箱的部分 其实它植物空间相当的丰富 首先前面有一个杯架 以及一个slot可以给你特别放置手机的地方 然后这里是这个USB 插槽以及耳机孔 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 这个杯架 同时呢它有一个机关 你在这边按一下这个button呢 它就会优雅弹出一片东西 那你就可以直放其他的湿热物品 就不会太过深了就拿不到这样子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它的这个植物箱的设计 因为它是一个可以两面开的设计 然后里面有一个无线手机充电插座 那我发现这个开关呢 它其实是一个你可以大力开关的一个操作 而且感觉上都不会坏 我觉得很适合这里一些老板们的暴力操作 在座椅部分呢它的这个皮革质地柔软 而且整个座椅的设计其实它相当具有支撑性 做起来又很舒服 搭配整个看起来就是很温馨 很温暖的这个内饰设计了 整个感觉其实我做起来就是一种在家的感觉 而前座的这个座椅部分呢 不管是驾驶还是副驾驶 它都支援八项电动调整 并且这个司机座还带有三个记忆功能 不过最厉害的是这两个前座座椅 它还支援这个冷气通风功能 有三个step 重点是它竟然还有一个auto的功能 是自己调整那个风量的意思吗 来到后座部分啊 如果说前面是舒服的话 那我觉得后面我就只能用血液来形容了 整个就是非常relax的感觉 然后首先我注意到就是这个 2870mm的长轴距 所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这个腿部空间 是吓死人的宽 前方是我的这个标准坐姿 然后我依旧是168cm 我有一个三个拳头多的这个腿部空间 真的是我要做什么都可以啦 完全就是一个标准的老板规格 加上拥有这个10颗喇叭的 宽容影响系统 还有这个非常静谧的一个后座空间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一天上班劳累之后 回家的时候想要做的一个地方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定位最高的 F Sport 版本呢 它相比起中间的这个 Luxury 版本 它其实反而是少了这个后座的窗帘的设计 但是后挡风镜它还是有这个电动折扬帘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座椅在 F Sport 的版本身上 它是不能调整这个椅背的 是蛮特别的 还有这个 Armrest 的部分呢 它虽然同样有这个很巨大的植物箱 然后前方有这个 哇还有这个猪泥 非常好的这个杯架 但是它中间这边呢 相比起 Luxury 它是少了那个 电动按键 那个调整按键的 在安全方面 这款日系豪华房车全系标配了完整的 Lexus Safety System Plus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其中前方碰撞预警这一项功能 这回还能在白天侦测到脚车的歧视 关于这个 LSS Plus 完整的功能 大家可以参考这一个列表 最新的 Lexus ES 在这回是拥有三个车型 售价方面呢是从 295,000 多令吉到 345,000 多令吉 那这台车是从日本整装进口的 当然这个价格也是今年的价钱 也就是说它是有这个 SST 税务豁免 相比起这个德系的对手 也就是 Mercedes-Benz E-Class 还有 BMW 5 Series 这两个直接的对手呢 它的这个 price range 是大概便宜了他们一个 2 到 3 万令吉 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价位 以性价比来说它是有的 加上有这个 Made in Japan 的光环 还有 Lexus 独有的这个非常细腻 非常有质感的这个组装品质 以及特别的这个日系匠心风格 你对它有动心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好不好 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个新车介绍就到这里结束 那接下来我们有机会的话 会为大家带来一个 Lexus ES 的深度测评 想要看的话 也同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给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